好 来吧 好 夏老师 我们又开始 好 又见面了 其实我很怕演这种 清冷型 高冷型的人 千万不要把他演成面瘫 他都非常完美 唯一打碎他的东西 就猪眼里 我其实每次拍戏 我的想法都是 如果我能让观众忘了 我以前演的角色 我就成功了 我会相信自己的选择 做了就不要后悔了 全力以赴做就好了 好 准备开始了 石影立世 此生不作乐 不娶妻 终生侍奉神明 也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石影这个角色 我觉得他首先是一个 命运多舛的 这样一个角色吧 本身的身份是一个世子 但是呢 他又有一个命捷 或使他不得不 逃离他本身的 这个世子的身份 隐居到九一山 然后去修仙 过程当中又遇到了 自己命捷的那个 命捷之人 开启了这一段 改变他人生的旅程吧 如果用几个词来形容他 我觉得他是一个 有责任心 彷彿正义 然后心中有天下 有国家 有人民 对爱情很忠贞 然后很勇敢的 这样一个人 看完这个剧本的时候 对西影的点会什么呢 石影跟朱颜 两个人对命运的不信命 然后相信人定胜天 一切都可以靠自己的努力 去改变 这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 其实从一开始 他们就知道自己的命运 会是什么样子 见到朱颜的第一面 就知道朱颜 就是他的命捷之人 他就会死在他的手上 但是他还是选择面对命运 去改变命运 干了很多很多 以前他不会去涉足的事情 了解完这个角色之后 你当时的一个感受是怎样的 当时的一个感受就是 千万不要把他演成面瘫 因为其实我很怕演这种 清冷型高冷型的人 他们大多数都没有太多的表情 没有太大的情绪 所以很容易在镜头面前 传达出来的东西 会让观众觉得是一个 面瘫型的这样一个人 观众不会去相信 我觉得大家把面瘫 描绘成了一个 脸谱化的东西 面瘫并不代表 他真的是面部瘫痪 我们只需要找到 这个角色背后的 他为什么会选择 这样的一个清冷跟高冷 他的根基是什么 对于时影对于我来说 他为什么会选择 隐居到九宜山 然后与世隔绝 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他并不是说 剧本要我清冷我就清冷 而是他从小生存的环境 他被迫离开皇宫 离开自己的母亲 他要隐居起来 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 和母亲的性命 他无法与外界接触 而且更不能与女子接触 遇见的女子就有可能 会成为他的命结之人 有0.1%的可能会 造成他命运的偏差 他都选择切断 所以他才会变成这样一个 我们所谓的一个高冷 跟清冷的人设 我觉得就找准 他的原因是什么 就不会表面化 很脸谱的这样一个表达 你不希望把它演成一个 就是特别完美的一种 对对对 因为我看剧本的时候 我觉得时影他很完美 从小他的懂事 他对事业的上进心 他都非常的完美 唯一打碎他的东西 就是朱颜 这个我还蛮喜欢的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探讨说 就真的很不想把它演成一个 很脸谱化的这样一个东西 怎么样去表现 他不那么脸谱化的一个人 其实我觉得就是生活化吧 就比如说我听到一些 很生气的话 我也会生气啊 没有把它神化 没有觉得我演了一个神官 那我所有的反应都是 处事不经 融入不经 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就是正常人听到了一些 刺激之后的一个反馈的一个反应 是我都关我 都怪我 都怪我 那你最欣赏他的什么特点 想要完成 就一定要去做 我觉得他是一个行动力极高的人 行动力极高会不会和你也很像 我觉得还蛮像的 比如说他要脱去神袍 走万劫地狱 他就一定要做到 比如说他一定要找到海皇 他也一定要找到 就是他一定要守护空丧 守护自己的子民 他也一定要做到 他这些特点就也会挺引起你的鼓民的 当然会 我觉得我想成为这样的人 在哪个时刻觉得非常进入到石影这个角色状态了 清修店的时候吧 就最开始头两个星期 其实前一个星期我也在找 因为这种板正型的角色还挺怕的 然后我也会看回放啊什么的 先找一下问题 自己先排一下雷 慢慢地做一些调整 然后跟导演探讨一下 因为我比较喜欢是带动这个节奏的这样一个人物线里面 但是对于石影来说 他很多的时候是一个聆听者的这样一个身份 他能去做的一些调动的这样一些东西不太多 整个演下演到现在就是哪一场戏是那个情绪张力最大的呢 我觉得比较少对于石影来说 他的很多情感都是收着 克制 克制 对 这个词很好 克制 他并没有非常外放的这样的情感 走万劫地狱吧 因为万劫地狱是对于石影的空间来说只有他一个人 所以那一场他可以把情感释放出来 因为只有他一个人 演中其实张力大其实还要克制 是不是比那种纯外放还 是的 很难 其实我觉得很难 因为你要让观众get到你的情绪的浓度是什么样 我需要传达给观众十分 但是我不能把我的表现形式做到十分 这个对于我来说现在是很难的一个点 就是我也想去越做越好 想去突破的一个点 如何不去通过很外话的东西 让观众能够共情到我要表达出来的悲伤 我也在不停地摸索 感觉好像说我这次角色对表演有一些不一样的认知了 其实每一次演戏都不太一样 每一部戏的角色也不一样 然后每一部戏自己的感觉也不一样 然后你会希望和之前的区别比较大吗 当然希望 我其实每次拍戏的我的想法都是 如果我能让观众忘了我以前演的角色 我就成功了 其实我每次看到观众说 这是他吗 我怎么觉得 不是我印象当中的那个他 我会很开心 我觉得对啊 那就对了 你记住我的角色就好了 剧中时影 它是知道自己的一个既定命运 还做了这样的选择吗 如果你是时影的话 你觉得你还是会做这样的选择 还是会不一样呢 我很想说我会 但是这样会很辛苦 但是我目前还是这样在做 至于以后 不知道 再说吧 我觉得人是不停地在变化 因为我觉得真的人在不同阶段 会做出不同的改变 当然坚信的内心的信仰不要变就好 就是你知道自己一生的一个结局 你自己还会去做这样的一个 我一定会做 因为我是极度不相信 就是命运论这种说法的人 我认为就人定胜天 没有什么是不能改变 只要你想做 我会相信自己的选择 而且做了就不要后悔了 全力以赴做就好 第几次回横殿拍戏呢 四次 陈 罗 赛丁 这一次 上次我们之前斗罗那个采访 大家都很喜欢你的古装吧 粉丝们都在说 希望你长猪横殿 你看 我那个时候又立了flag 说不拍古装 也在拍 如果给时影 安排一个现代职业的话 会什么呢 法官 剧中 我认为 因为 这也是 我认为 今日は